满满一车宠物狗在狗路管门前等待屠杀 有路人认为这一车是被偷来的宠物狗 因为这辆车上大部分的狗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犬 就在路人讨论之时 饭店老板直接拿起一个大铁夹子 就夹住了两只狗 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剥了两只狗 这时候一位好心的小伙子站了出来 直接问饭店老板 这些狗是不是你偷过来的 为什么都是价格不菲的名犬 饭店老板觉得自己非常冤枉 他说小伙子你可千万别乱说话 这附近有一个村庄拆迁了 拆迁之后这帮人全部都住到小区里面去了 这些以前看家护院的名犬 通通被狗主人抛弃了 最终低价五块钱一斤被我全部回收了过来 说吧狗漏饭店的老板再次拿起大铁夹 直接夹起来一只哈帕狗 那只哈帕狗受惊之后 哇哇乱叫 饭店老板不管不顾 直接准备拨狗 小伙子这时候三步并做两步 直接上前夺过了铁夹 和老板说 这些狗太可怜了 你不能放过他们一条深路吗 饭店老板说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放他一条深路 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一车狗都是咱们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这时候小伙子开始犹豫了起来 毕竟这么多狗价格非常高 最终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小伙子咬咬牙将整车的狗都买了下来 说实话我个人认为这车狗最终结局不会非常好 小伙子仅仅想到了将这些狗解救下来 但是并没有想到后续喂养问题 几十只狗养下来噪音是非常大的 喂养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自己就养了几十只猛犬 但是我们是养在荒芜能烟的大山之上 另外一方面 我自己是开饲料厂的 边角料比较多 成本非常低 而且拍视频一个月也有几万块的收入 可以补贴这帮狗 这样才能满足咱们养几十只猛犬的兴趣爱好 小伙子如果仅仅靠自己个人的能力 去养这么多狗的话 如果它是土豪还好说 如果经济能力一般说实话非常困难